大家好,歡迎收看 One Game Up, 我是WC的KHR 接下來幾十分鐘聽我說什麼, 看看這支 Kickstart 可不可以 隔了兩個星期又回來我們 One Game Up 上個星期才講完上精選遊戲 誰知這兩個星期突然之間整個 Kickstart 好像靜下來 所以你看到熱門排行榜的遊戲 其實都跟兩個星期之前的遊戲差不多 所以今集就不用特別篩選 已經少了很多遊戲要去講 不過我們都有些特別安排, 待會我們會再講 第一隻要講就是 The Civis 這個遊戲其實有很多人都問我究竟是怎樣去看 因為它的確很吸引 它的造型就是我們小時候看那些Pop-up的故事書 先講講遊戲的背景 遊戲就是有點像RPG遊戲 有一個玩家扮演著Story Terror的人 即是說故事 其他玩家就要合力去解這個故事裡的謎團 賣點就是因為它有Pop-up書 它就可以將故事的環境模擬出來 還有在遊戲裡面有幾豐富的解謎元素 即是它就說那本書裡面有不同的位置 就會藏在一些hinx 你會見到 例如放大鏡去看 要打開櫃子 也要去Drop looks 不過有一樣東西要留意 這個遊戲其實 那個target group 應該會是一些比較小小小小的小朋友 去做的 你會見到 故事裡面其實就是 在一間房間裡 然後可以去其他不同的房間 暫時來說 這個遊戲 就有六間房間的設計 你可能會問 重玩性會不會出問題 暫時來看 它的重玩性方面 它就用一些卡 去改變了 那些房間裡面 比如窗 櫃裡面的內容 令到那隻遊戲可以去再玩 暫時來說 它裡面說 有八個episode 每個episode裡面 都有不同的關數 你說那個內容來說 就跟平時我們玩的 這類型解謎遊戲的內容差不多 所以你說會不會特別少呢 我相信就未必會 而另一方面 我想很吸引到一個位置 就是 它裡面的角色的設計 因為它的角色設計 就不同 我們一般玩的 即是那些合作遊戲 即它會有些技能 那些東西 反而它就真的好像說故事 這個角色有些什麼 特殊的喜好 特殊的能力 有些什麼怕的東西 等等的東西 在你解謎的過程裡面 這些特殊的feature 就會影響到你解謎過程的進行 整體來說 這遊戲 如果你問我來說 那個gimmick位就很足夠 例如我有一個新的玩家 我帶他去玩 他應該會很有興趣去試 還有另一方面 就是這個遊戲 剛才也說了 會是給一些小朋友 我相信 他如果跟一些小朋友去玩 就可以很吸引 這件事 我相信 不需要多說 也可以說到 但是 反過來說 如果我是一個正常的Block Game Player 我想玩這些故事遊戲 例如 Time Story 又或者是 Unlock 我就會有一點點質疑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 因為 就這樣看他試玩的 Pay Through 或者看他 Rules裡面的內容 甚至偷看他的卡 其實那個解謎元素 應該沒有我們平時玩的那麼複雜 通常都是會是一些很小的東西 所以 我會覺得 這個遊戲的 打擊群 應該會是 一群人 去玩 或者新手 剛剛開始玩Block Game 想給一些東西 吸引他的眼球 我覺得 這個遊戲 就會是一個 挺好的選擇 反過來 如果你是老手 你都玩不少這些 解謎遊戲 在這個遊戲 你想找到一些 突破 刺激感 我覺得就未必 因為始終他的 突破位 在我眼中 就是 POP UP 打開出來 很吸引人眼球 你看得到 房間裡面的 佈置可以隨著你 插不同的卡 他會有不同的變化 又或者是 一些公仔很漂亮 但是在遊戲性上 我就未能感受到 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所以BG POP 對於這遊戲來說 當然 我們始終都是老手一些玩家 都會是一些 抱有一個觀望的態度 但是 反過來 如果你家裡有小朋友 喜歡聽故事 我覺得這個 絕對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因為 既可以滿足得到 他們 打開故事書去看 很漂亮的 POP UP 書的滿足感 另一方面 真的可以和他玩得到 Game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說真的 你在坊間上 購買一本漂亮的 POP UP 書的價錢 一點都不便宜 今次這個 有Gameplay 還要有重玩性 還要有幾版的episode 我覺得 絕對很適合 一些爸爸 現在很多 BOT Gameplay 演榮聲為爸爸 買來 和自己的小朋友玩 再重複 這隻BG POP 就會是觀望的態度 接著是第二隻Game 第二隻Game 剛剛上了沒多久 也有不少的朋友 都是問我 就是這隻Core Crash Core Crash 其實之前 在較早的時間 已經有留意 因為這個遊戲 裡面的Figure 已經在不少的Figure 網上有Release出來 有很多人都因為 這些Figure 留意 另一方面 大家都知道 這個遊戲 其實就是 香港的設計師 去設計 加上這幾點 就令到我們留意 同樣地 如果你現在看到影片 這個位置 應該看到 機械人的造型 都是我們留意的其中一個原因 好 先說說這隻Game 其實玩什麼 其實它跟我們平時 玩的戰棋Game 有點相似 遊戲就是扮演著 每個玩家 就會帶著 一組三隻機械人 在戰場上 進行一個對戰 遊戲 目標就是要擊敗其他玩家 裡面的機械人 在Core Game裡面 已經提供了 十二隻機械人 給你選擇 遊戲的操作 你會看到 其實是用色 我們有幾樣東西可以去做 首先 摘了色 數字 就可以是 它的行動點 另一方面 數字的數目 也可以觸發不同機械人 特殊能力的一個機會 目標就是 透過移動機械人 觸發技能 去打到 場上高 其他玩家的機械人 打完其他玩家的機械人 就可以勝出 遊戲的概念 非常直接 帶隊去互打 我們平時一般戰棋遊戲 會做的事情 賣點 相信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 機械人的設定 機械人的設定 非常吸引 大家眼看下去 就馬上會想起 All Cal差文 裡面都有 好像有 星 Cal差叫 很多耳熟能場 變 Cal差 金剛 角色 都見得到 所以 在造型上 我們就很吸引 我們 而遊戲的機械 亦都很爽快 例如看到 他下面 有不少的Gameplay片 例如 這次 他找到 澳門的Viruna 茶娃娃 幫他拍攝 這個介紹片 大家都可以看 廣東話 我想他那裡可以更加 清楚 更加準確地 講到遊戲 是怎樣去玩 來到這個位置 都要平一平 遊戲 首先 如果 機械人的外觀設計 等等方面 我個人來說 我沒有什麼挑剔 因為真的很漂亮 很吸引 至少我自己很重 但是 在遊戲機制方面 相對來說 尤其是市面上 那麼多 這些 我們叫做 Skimish Game 比較簡單 就爽快路線 如果你要真的去看 其實 甚至來說 是比較 單薄 遊戲內容 不過 我也看到 其實 設計師 在Kixar的過程中 都說 Rules 都在 Tomb 而且 都想加多些元素 例如 他現在有一個 Advanced Rules 可以 為不同的機械人 砌裝備 砌裝備 砌技能 令到 遊戲的深度 重玩性 變化 更加多 第三方面 就是 硬件 硬件 如果 以Figure 來說 這個造型 我剛才說 很好 也有 建築物 石 砌地圖 但是 如果你問我 我都會投訴 就是 機閒卡 超級漂亮 這個畫風 我自己很喜歡 但要投訴 反而是 它的 能力卡 又或者是 它 這些 遊戲裡的 我們所謂的 Layout 我覺得是比較 單調一點 而最最最最 需要投訴 就是地圖 說真的 今時今日 這個地圖 還未太過 合適 因為真的太過 單薄 一塊爛地 玩起來 真的會 差一點 不過 我都看得到 其實它 在Kickstart上 都很有心機 因為它 加了不少 Add-on 例如 有一些 大型 機閒 總共 有一隻 這個 叫做 星星王 造型 另外 還有一隻 天使造型 還有 一個 三個 四個 還有這條 好像 蟲 最後 就是 這四隻 為遊戲 更多 機械人 除此之外 在地形上 例如 剛才提到 有些 Action Dice 又或者 這個 不是 這個 是 計血量 這個 就是 Shield 即是 將一些 本身 2D 變成 3D 都有去做 所以你問我 他有沒有 心機去做 我覺得 他是有的 講了這麼多 都是一些 稱讚他的 如果你說投訴 除了剛才 話工之外 其實反而 你問我 未必會是投訴 我比較擔心 擔心 擔心什麼 第一件事 當然 是他的 機閒 造型 因為 其實 如果大家看真 他的 機械人造型 都真的 和 變 交叉金剛 很相似 如果大家有跟開 Kickstart 之前 都試過 有幾個 Kickstart 就是因為 Figures 的造型 和 某些 卡通片 或者 剛才我們說的 他的 劇集的造型 是相似 而令到他 最後要下架 這是我第一個 比較擔心的地方 究竟 他會不會被別人 就著 Figures 造型 去 控告他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 剛才我們說 他加了很多 Contents 但是 那些Contents 的價錢 相對來說 都真的比較貴 例如 像這個 猩猩造型 的Figures 當然 很大 其實去到 17cm 那麼高 都已經是 差不多 Cafuru 大神 的大小 其實 貴一點 是正常的 但是 去到75 美金 是不是 一個 合理的 數字 大家可能 要去 去 去想一想 如果你要加上 四個 內容 其實 Compare 他那個 Base Game 其實 在價錢上高 都是 比較貴的 這就是 第二 我自己會比較 擔心 第三 就是 遊戲 所謂的 變化位 變化位 就是 他裡面的技能 我初步看來講 都好 穩打穩擇 例如 裡面 都有一些 我們平時 Skemish Game 會見得到 比如 移位 AOE 又或者 有一些 用地形 發動的效果 都有 但是 如果 我們靠 加一些 技能 卡 令到 Skemish Game 重玩性 提高 這也是我擔心的地方 整體上來說 香港人的 Kickstart 我們都想他成功 如果可以 我們都會去支持 但 反過來 我們作為消費者 我們要去Kickstart之前 都要小心去留意 究竟遊戲是內容 和好玩的地方 所以 為什麼會有 One Game Up 的原因 都是這樣 整體來說 BG Pod 在這個遊戲 Core Crash 裡面 我們會持觀望的態度 另外 亦都期望 他未來的內容 可以更加豐富 亦都可以 跑到更多search code 因為他現在未到集資成功的金額 如果跑多些search code 其實我看到後面 他都會在Core Game裡面 加入一些新的 Content Token 甚至 你看到會有一些 新的Miniature 那些東西 我們都希望他可以跑得到成功 始終香港人的Kickstart 都希望他可以做得更加好 好 接下來 到最後一隻 這隻 相對來說 比較多人問的 就是 Damiro 大名 就是 中國 日本 那些 如果用中國 應該是 諸侯 一個地方的領袖 這個遊戲 為什麼會多人問呢 我想最主要就是 整個 整個 Layout 設計 就是 一個 將日本 武士封 再加上 一些機械化的 東西 兩樣東西 配合背景 再加上 它是一隻 用懂得去玩的 Europe Game 所以 幾個方面不同的玩家 都因為 這樣 去留意這隻 遊戲 首先 先介紹一下 這隻遊戲 其實是一隻 Europe Game 就是用Dice Placement 的Europe Game 它的背景 真的是 那些 日本 大名之間的 鬥爭 背景 它裏面 就有四個大的 氏族 每次玩 每個玩家 就選擇自己的 氏族 然後在地圖上 就做一個 Area Control 的遊戲 而 Core Mechanics 就是 Dice Placement 的遊戲 來的 我們會見到 現在這個 遊戲 其實 已經跑到 剩下幾天 所以 很趕急 就要去拍這段 影片 你會見到 它的造型 就是 它又是沒事 但是 又有少少 科技的風 你看得到 譬如 它們會有一些 科技的東西 會掛在身上 例如 你看得到 機械眼罩 甚至 有人拿著電腦 但是 它又是 沒事背景 所以 在Figure上 已經有一班人 是留意了 至於 在遊戲 系統上 因為它是 Dice Placement 的 Europe Game 所以又有一班 喜歡用色 來玩 Europe Game 的朋友 又留意它 其實它是怎樣去玩的 我們先看一看 它的 Bot 我們就落下 這個位置 基本上 遊戲的玩法 很簡單 在地圖上 上高 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們 Area Control Game 當然要 Control Area 但是 做法是怎樣呢 就是 在Common Pool 就會窄一些色 色有不同的顏色 和不同的點數 然後 大家就 Draft色 把色 放在自己 行動版 對應顏色的位置 要留意 藍色色 發動藍色的技能 綠色 綠色 紅色 上高的點數 在這裏來說 就沒有實際太大的功用 一會兒會再講 有什麼用途 放好之後 就會發動這塊Bot 上高的技能 但是你看到下面 有這些空格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在遊戲過程裏 你就可以 upgrade 這格位置 即是給他一些額外的技能 一會兒會講到 然後 然後 你拿回來 做Action 那些色 上高的點數 加起來 就會發動一些 Additional Bonus Action 最後 就會用這些點數 去召喚 Heroes 再做Heroes 上高的效能 遊戲的目標 都是跑分 跑分幾個方法 除了剛才說的 Area Control 除了那裏會給你分數 亦都會有一些類似這些 Vinic 就會去儲存 儲存一整整的Vinic 在Endgame的時候 都可以拿到分數 整體上來說 遊戲的 玩法 就是這樣 它有什麼地方 是值得吸引的呢 其實 我想 最主要 就會在 它的色仔 那個 Action 那個地方 原因是 因為 我們可以 開一開 Rules Books 去看一看 其實 那個 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於 你拿色回來的時候 因為你要去 就著它的顏色 去做一個選擇 但顏色做選擇之餘 你亦都需要 就著 顏色上的點數 去看回 這個點數 是多少 因為 當你 我們看看 這裡 這裡 因為當你放進去之後 如果你 所獲得的 當然 你要跟顏色做Action 然後 上高的數字 加起來 是大過 13 你就會有 Bonus Action 即是說 某程度上 你又會想 去拿一些大的數字 但是 你不是一味追求大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你 Draft完的顏色 就算 給你 加到 數字大過13 拿到 Bonus Action 之後 讓我看回 Sample 對了 這裡 當你的數字 是大過 Bonus Action之後 你都需要 留意你的顏色 究竟 能不能夠 砌到一個 Specific的數字 去召喚到 你的Heroes 所以 在Draft式方面 就有幾重的 要考慮 第一 顏色要考慮 第二 就是 顏色上高 那個數字 要考慮 你又不可以 太小 又不可以 太大 又不可以 太大 因為 如果太小的話 你就觸發不到 這個 拿Bonus 但是 太小的話 你又未必 砌到 你想砌的 數字 去觸發 Heroes 我覺得 最主要 Draft式 特別的地方 就是 顏色和數字 幾方面 大小 要去控制 另一方面 就是 這塊板 你可以 建立一些技 因為 在右邊 有很多 一格格的地方 這些 正方 方格 可以 你用資源 去買 那一格的技能 然後 去 這些空格位置 令到 你做這個技能 就會有一些 額外的 bonus 這就是 他的 strategy 最後 當然 就是 不同種族 因為不同種族 有起始的 Heroes 而這些起始 Heroes 技能 亦都會因為 不同種族 會有不同的 特殊方向 這個 就是 這個遊戲 另一個 吸引人的地方 好了 說了這麼久 好像一面倒 去讚 或者 去講 這遊戲的特色 有什麼地方 要留意 首先 我們要知道 現在這個 Kickstart 究竟是怎樣 跑法 現在的 Package 就是一個 三合一 的 Package 什麼為之三合一 就是你看到這裡 就會有 Core Game 然後 再加上 Upgrade Pack 再加上 Miniatures 一套 一套 去買 沒有得拆散 去買 為什麼呢 原因是 因為 現在的盒子 一套 一套 都不讓你選擇 而 每一個部分 裏面來說 除了 Corebox 之外 其他兩個地方 其實就是一些 升級的內容 下面 也有說 什麼 這樣說 69歐 買一隻 Youtube Game 算不算貴呢 說真的 如果你說有這麼多 Figures 就不算 真的很貴 但是 也是 千古不變的問題 究竟 Youtube Game 需不需要這些 Figures 你會看到 它不單止是 那些角色 它連建築物 現在都已經 跑了一些 立體的 Figures 出來 這樣 要去考慮 遊戲 需要不需要這些 Figures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 遊戲的核心概念 就是一個四個 時軸去選擇的 一個 Area Control Game 這個 令到我幾 覺得 意想不到 就是今時今日 跑種軸的遊戲 是一隻 四屁 但是你竟然 在遊戲的 Kickstart 你真的只有四個軸 這樣 是幾 意想不到 因為我一開始想到 是四個 看完 多跑幾多軸 才想到 誰知道到最後 一個軸都沒有多 大家都明白 一定是重玩性的問題 四個軸 沒有一個軸 比你選擇 之餘 更加重要 就是它沒有那個變化 因為我四皮 我永遠都是這四個軸 如果你說有六個軸 我也有兩個 換一下 那個遊戲的局勢方面 的轉變 會 會有 一些變化 但如果你 鎖死了四個軸 每次玩四個軸 都是那四個軸 就算 你不跟Player去玩 你最多玩四次 你就已經 go through 整個遊戲 所以這件事 也是我第二個擔心 整體來說 這兩個問題 是我自己最擔心 所以BG Pod 對於這遊戲來說 就會是 抱著觀望的態度 你問我的 如果你說哪些朋友 要留意這遊戲 如果你對於 色仔 的 色仔 placement 有興趣的 Europe Game 朋友 真的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其實它的system 的確是 挺有趣的 你自己 幻想得到 和你看它的 rules 講解的例子 但是 值不值得 給這個價錢 去買 有很多Figures 很多 Amiibos 的 EURO Game 雖然它的公仔 真的很美 說真的 美工 和整個 layout 設計 很吸引到人 但是 你也知道 玩EURO Game 很多時候 未必 真的 在這方面 所以 真的要 想一想 最後 BG Pod 在這遊戲來說 就會是 觀望的態度 Kickstart 方面 講完 今集 講三隻 但是 這集完美 還未完 為什麼呢 原因 就是因為 我也想講一講 這個 魔點 關於 這個 新幕的 散鷹亂舞 的一個集資 大家都知道 其實 Kickstart 我一向都只講 Kickstart 很少會講 魔點 又或者台灣的即即 其實最主要 都是看有沒有 遊戲 我自己有留意 我才會去講 另外 另外 就是 我自己本身 對於魔點 的系統 不是太熟悉 它裡面的 背景 以前的 adam 集資機會 我一向都不願意 有 但是 始終 先給大家一點背景 假設大家完全不知道 山英是甚麼遊戲 山英是二人對戰遊戲 本身是日本遊戲 其實已經推出了兩代 之前是義幕 現在是新幕 新幕是新的版本 完全是獨立 以前有義幕的話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繼承得到 這個應該是第一個 人會問的問題 坊間上有中文版的山英 我買這隻 應該怎麼賣 簡單來說就是要重新買 舊的不能夠對應得到 這是第一個 要解答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 究竟這次 中文版的雜誌 究竟內容有多少 跟現在的日文版 內容的相差有多大 首先我們先看一看 其實這次的雜誌 他有很多個level 但其實都不用想 都是看大全套的level 究竟他現在可以跑到多遠 基本上這個1099這個set 已經 去到第1234 四個擴充 神話起潭 神話轉程 零限突破 大洋行 這四個擴充 已經是跟到 現在日本 新墨的進度 不過 亦都要說回 現在日文版 未來在8月尾 就會出第5個擴充 而中文版暫時 沒有 任何消息 說他會出 第5擴充 新墨的 不過他就說 會 這個大全套 裡面的卡 那個版本 就會跟到 第5擴充 那個更新版 即是說 接下來 日本版第5擴充 他會有一些更新卡 譬如他有一些 卡的改版 平衡 他會去做 以往每一次 一個擴充都會跟一包 更新卡 他就說了 這個 這個集資 即是中文版的集資 裡面 就會送 第5擴充 那個更新卡 包在裡面 而 他說這一次 那個集資 就會在 十二月 即是今年 今年的十二月 就會派貨 這個就是 今次這個 新墨的 中文版的 內容 OK 另一方面 亦都講講 現在集資和之後 去買 有什麼 分別呢 首先 第一件事的價錢 價錢 現在 有優惠價 本身是 1375 人民幣 但現在是1099 便宜了 200多元 除此之外 他就有 一系列的解鎖 跟我們 Kickstart的解鎖 很相似 你會看到 就是 在 下面 在這裏 那些解鎖 其實是什麼 如果沒有玩過 散鷹的朋友 就可能未必知道 這些集中卡 其實以往 只會在 官方的 攤位購買的時候 每買一盒 就會送一張 還有 一些 地區比賽 就會送一張 即是 一些大型的比賽 就會送一張 集中卡 但他這次 雜誌 一次過 送 所有的角色 集中卡 並且 現在 跑到一些 故事模式的東西 這些故事模式的卡 其實就是 在日文版 只是 用一些 特別的規則 但他現在真正正正印出 這件事 其實是 連日本 日本版 都沒有 這是 獨家有的東西 除此之外 還有 接下來 50萬 目標 就是 將遊戲中的櫻花標記 由 紙 upgrade 成為 這個 阿加利膠 就會似哪些呢 如果有玩開 日文版的朋友 應該知道 在這個 零限突破 其實是有送過 一些透明 櫻花 給結冰 我們可以看看 實物的圖 實物的圖 等等 我按一按 那個結冰 結晶的質料 去做 他就說 會去印 顏色上去 令到 那個效果 可以做得到 翻出來 這個就是 日文版 所有的 櫻花結晶 都是紙 除了 冰這個結晶 他才是用 阿加利膠 但現在中文版 如果跑到50萬 就會全部 的櫻花 都會變回 這個 質地 並且 就會印回 對形的顏色 這也是 日文版 沒有 的內容 最後 一件 就是 有什麼沒有呢 就是 他現在 跟日本那邊談了 就會找一個畫師 畫一張 中國畫風 的二畫 類神卡 暫時來說 純粹只是一張卡 沒有 在Gameplay上高 而且 他還在投票 不過前提 你要有 魔點的帳戶 整體上來說 的內容 就是這麽多 資料 散英亂武 這遊戲是怎樣 你其實 看看 BGPOP的頻道 我們有 樹英雄 水英雄 很詳細的介紹 我不在這裏多說 但是 對於這個集資 魔點的集資 我有幾樣東西 要大家去留意 首先 第一件事 究竟 我們 去不去支持這個集資 先利身了 我自己 找了朋友幫我去做 原因是 始終我要推廣這個遊戲 我就要 有中文版 就容易推廣 即使我們自己會玩 但如果要教新的Player 有中文版是有很多 但是 估不鼓勵 普通人去買 在這裏有幾個地方要留意 第一 就是魔點 和這個Kickstart 是不同的 因為Kickstart 你可以按鍵 不給錢 然後到最後一天 總之在Kickstart完之前 只要你 按取消 就可以當沒有事發生過 但是魔點就不同了 魔點是要給錢的 給錢就真的給了錢 即是說其實你現在看到這個數 他現在籌了45萬 其實距離50萬 差4萬多 付錢就是給了 就不能回頭 這是要留意的 第一樣 第二就是付錢的方法 剛才你也說 我要找朋友去付 原因是因為 他需要有內地的賬號 內地賬號 包括內地的信用卡 或者內地的銀行戶口 或者是 內地的付錢的方法 我自己我沒有 所以我要找朋友去做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支持的話 就要去找這些途徑 去做這件事 第三 也是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就是為什麼我要特意要開 這個位置去講 事源其實就是因為 這間公司 神秘島卓猶 其實在 17年的時候 都曾經 上過 散英亂武 的 耳幕 中文版 當時 我也有份 去 去買 找了很多朋友 一起去落這個坑 但是 結果是怎樣 結果就是 首先 第一件事就是 他 遊戲變了做 深幕 我們叫做reboot 這件事 很短時間 集資完這件事之後 三個月左右 就已經講深幕了 這件事 令到有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會是這樣的 我買了一些東西 就廢了 這是第一 第二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 就是 這個 集資 最後 那個派貨 是delay了差不多年多 才派得到 它的expansion 就是 基本遊戲 很早就到了 但是 後面的擴充 就差不多要一年 時間 才可以收得到 很大的問題 就是 大家拿著基本版 大家玩到 慶高彩烈 原本就很快 幾個月後就開出 Delay Delay 到一年後才能出 熱情都已經過了 新幕又出了 大家要玩的 就轉了玩新幕 整件事都很不歡而散 所以 這個位置就要留意 就是今次這個情況 因為現在就說12月 說真的 如果他真的12月出得到 這個 Kickstart 是非常划算的 首先 定價 如果大家知道 日文版 這個遊戲 要 去到 這個 我們叫 All Insect 價錢 差不多要 2萬日圓 連運費 都知道 大約要多少錢 所以 在價錢上高 是吸引的 再加上 他送的 集中卡 其實很多 日本 玩日文版的玩家 都是收不齊 但這次有機會 可以收得齊 是一個 很難得的機會 再加上 他又有 Token 又有那些耳畫 整件事來說 都是很美好的 但是前提就是 你12月要派得到貨 因為如果12月派不到貨 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派 第二就是 這些卡遊戲 我們所謂的 追META 追更新的 如果你太遲出 其實所有東西都已經 過了 那 感覺很差 所以 這個位置要留意 不過我們也有求證過 首先 他也有解釋 為何上一次是 那麼遲 原因是 上一次的 排版 是由日本 做的 因為日本一直都不肯 給定稿 他們一直都印不到 導致上一次的版本 印得那麼晚 還未出貨 但是 今次 他們就說 是由他們自己 排版去做的 所以 理論上 那個 節奏 推出遊戲的節奏 他們自己可以控制得到 所以 12月就沒有太大問題 這個就是 第一個擔心的地方 第二個擔心的地方 就是 已經有人問了 其實是不是 現在新幕想 reboot 然後 製作中文版 然後 新幕可能出 第三幕 又重蹈 一次複節 說真的 在現在這一刻 我們 玩開日文版的玩家 完全感受不到官方 有想把遊戲 reboot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們 在日文 expansion 推出 其實都是 繼續 照樣做 而且 他也開始 出了手機版 他也不斷把新的角色 上手機版 越來越多角色 其實這遊戲 開始 進入了一個 發展的 上升的軌道 你說如果現在這一刻 去reboot 我想那個機會 比起上一次 差很遠 因為始終上一次 不同的地方 上一次 其實那個角色 那個推出 其實就真的 已經出到 一次比一次慢 即那個 更新一次比一次慢 所以上一次完 他也有解釋過 我真的想不到 什麼 的 去出 但這次就不同 這次就是 最主要就是 疫情的問題 令到他的擴充 遲遲都未出 所以這件事 也不需要太過擔心 那麼 到了最後 如果你問我 你說 成不成功 我會這樣看 如果你不擔心 他辭出 例如 你是日文玩家 你餵的 可能就是餵他的 集中卡 或者餵他的bonus 基本上 基本上 你餵他的bonus 你的遊戲在手上 玩 你去擊中文版 推你身邊朋友 坑的話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 那些的 集中卡的價值 就 遠超過 他現在的 價錢 如果你是已經 有一套 日文版 其實你擊 如果你是餵集中卡 其實就是 可以想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話 我就會這樣想 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不是貪圖 他的集中卡 其實就可以 等他正式推出了 中文版 才去買現貨 都可以考慮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 不用怕到時一套氣 第二就是 如果你不是 求集中卡的話 如果你純粹是為玩遊戲的話 有實物 出 才去買來玩 這絕對是最穩陣的 做法 好了 第三類人 最難想的是 我又想要集中卡 但是我又怕他 會不會延遲 這裏我有一點點看法 首先 我們要看 現在散英 推出的節奏 現在散英推出的節奏 大約每半年一個擴充 如果他 12月推出得到的話 其實他比起 我們現在 日文版的進度來說 大約 遲了四個月左右 如果他真的如他所說 他會跟日文那邊 會繼續推出 延遲的話 其實 中文版 在價錢 在硬件上 這裏的 的確 是很划算 去玩的 比起日文版 因為日文版 貴 又要運費 等等 所以如果你說 我又想貪圖的話 這個 風險的投資 值不值得 的確值得 因為他送的東西 價值 即使我們是 日文玩家 我們對於 那些 獎品 我們都覺得 是 心動的 所以如果你說 我真的想入坑 其實這個是可以 去考慮 但是最後最後最後也是 戴上一個很大的頭盔 中文版 的風險除了辭出之外 就是難尾 究竟 擴充會不會跟下去 沒有人可以說得到 就算我當你 我當你12月出得到 究竟他不擴充會不會出呢 又或者他5抗都出賣 那他6抗會不會出呢 那這些 都是一個很大的未知之數 那你問我的 First Party一定是玩 日文版的 但你說我日文我真的不看 我 看不明白 我不會玩日文的 但我又真的想玩這個遊戲 我覺得中文版是 這個價錢 這個內容 是值得去一試 這個就是我最後的結論 這樣 今集就講了三個 Kickstarter 和一隻 我自己想講的 遊戲 最後 KS的產品 出貨可以延遲 可以走數 Kickstarter 或者會蒙受 KS的全盤損失 而過去的表現 並非未來表現的指標 KS之前請參讀 公司的歷史 作出風險的評估 並且尋求其他 玩家的意見 今集的One Game Up 就來到這裏 好了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選擇 以下這麼多的影片 可以按下去 記得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Like Comment Share我們的影片 有興趣的話 當然可以加我們的字幕組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